爸爸媽媽,我的背好酸呀 爸爸媽媽,我的背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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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媽就放放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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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GS事愿者 李宗盛 欢迎您 在此我正式宣布 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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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本次 李宗盛 本次 李宗盛 本次 李宗盛 李宗盛 本次 李宗盛 本次 李宗盛 他的整个的一个成长发育方面的一个帮助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借助于天猫 我们借助于超级品类这样的一个平台 同时联合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SGS 以及我们非常优秀的四个品牌的商家 一起共同举行今天的一个户籍白皮书的一个活动 今天这个活动不仅仅是一个行业趋势的一个发布 是一个新的营销想法的一个探索 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能够借助于这个白皮书的发布 能够率先为行业建立一个标准 科学的标准 帮助我们的家长为孩子选择一个合格的 科学的护给的一个书包 那么我们都知道 其实青少年儿童是我们祖国的未来 呵护好每一个儿童的健康发展 不仅仅是我们的责任 更加是我们的义务 我们一直在常常说 给孩子最好的爱是陪伴 而我们认为小朋友进入到学生时代之后 书包其实是承载着这个陪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 那么在座的各位家长 各位小朋友 如果能够选择一款合格的好的户籍的书包 不仅仅是能够帮助到我们的身体身心的正好的发展 更重要的 它也是承载了我们的家长的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载体 那么所以今天那再次感谢这个各位大家的历临 也希望我们能够共同从今天开始 开启整个书包产业的一个新的一个纪元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 再次感谢文若领导的精彩致词 谢谢您 的确 己助作为儿童青少年发育成长中极其重要的一个部分 它的健康可以让孩子们以更加优美和挺拔的姿态走向未来 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啊 便是由这样一群可爱的孩子们 带着朝气蓬勃的姿态向大家走来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欣赏 未来之星儿童T台秀 有请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UEK UEK全称为Unique Eve Kids 意为不频繁的小精灵 UEK将潮流 童趣与健康全面结合 创造出儿童专属的香包设计体系 清朝护脊 更轻 更护脊的书包 与UEK原创的潮汽设计相融合 它具备儿童的好奇基因 又为儿童的健康成长 创造更好的条件 UEK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原创设计 至今已拥有30家40多项外观专利发明 同时在探索户籍的道路上 也一直在努力 一直被认可 2019年成为儿童骨科专家 权威推荐书包品牌 2020年 户籍透气书包 获得实用 新型专利 2021年 多点市市压系统通过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检测 同时获得德国IGR背部健康协会 Economic Product的认证 后继效果明显 UEK清朝儿童户籍收包 让每个孩子都成为不频繁的小精灵 中文字幕制作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梦乐 梦乐2015年成立于香港 梦乐英文名为moon rock 是月亮时的意思 梦乐不愿意看到小朋友 每天背着如石头般沉重的书包上学 希望以月球弱重力的概念 制造出轻型书包 为孩子们减轻复合 保护腰椎 轻松上学 梦乐护脊书包 传承母公司直华40年 匠心造包品质 由脊椎神经科医生专家 和专业人体工学设计团队 联合设计 优质选料 精工剪裁 150道匠心工艺 严苛品控 造就出符合人体工学 具有多项优质功能的 专业护籍减负号书包 2017年于香港首发上市以来 获得了众多家庭及小朋友的爱好 畅销大中华地区及海外地区 Moon Rock 梦乐护脊书包 凭借着护脊减负功能核心 荣获多项国家战力 国际认证和国际奖项 美国吉谷神经科协会 ACA认证护脊书包品牌 2019德国红点设计大奖 香港品牌发展局颁发 2019年香港星星品牌大奖 多项国家专利 如环扣式多角度可调节背包 脊柱高度调教系统 梦乐用小小的执着追寻大大的梦想 七季每一个使用梦乐书包的小朋友 每天都带着轻快的步伐 和快乐的心情上学 梦乐就是梦想与快乐 呵护小朋友健康成长 逐梦圆梦 上学酒杯 Moon Rock Moon Rock 梦乐 护起书包 Dream Big Dream Bigger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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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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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TigerFamily产品的销售也遍布全球50多个国家 更荣获国际权威机构 德国背部健康协会 IGR颁发的人体工学品牌大奖 在国际消费市场获得了广大的欢迎和认可 2015年TigerFamily首次把户籍书包的概念带回国内 短时间就取得了广泛的关注 长期稳战线上书包行业榜首 同时在线下有超过2000个销售店 在上海更开设旗舰店及多家自云店 TigerFamily专业户籍书包的轻量结构 不仅取得德国户籍的专业认证 同时更结合了创新智慧功能 配备德国专利瓷扣 单手操作秒开秒关 高颜值的款式及设计也是他们的特色 引领着中国儿童户籍书包的时尚潮流 深受家长和孩子们的信赖及喜爱 让天真烂漫的孩子们背着安全减负的户籍书包 在门梦想和自信 开心快乐的上学 这个就是TigerFamily的品牌理念 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要来到现场的是江博士 Dr.Kong江博士品牌 于1999年成立 经历多年的奋斗岁月 留下的是茁壮成长的轨迹 如今Dr.Kong江博士 直营店超过800家 遍布全国各地及海外十多个国家 敏锐地抓住市场转型升级所带来的机遇 开始普及无压户户籍包概念 秉持着科学户籍专业减负的科学理念 重心放在产品本身 根据 儿童脚植植生长规律 而研发的儿童无压户籍书包 能够帮助儿童脊柱发育 而设计的书包具有三大功能设计 能减轻肩紧压力 能更好的保护儿童脊柱 能更好的保护儿童脊柱 一直以来 Dr.Kong江博士 在专业领域持续深入的耕耘 与香港理工大学 复旦大学运动医学中心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院等知名院校机构 建立合作关系 致力于成为户籍书包 及健康协的行业标准 还以教育模式普及健康知识 深入教育系统及公共媒体 希望将健康带进每一个家庭 并持续参加爱心公益活动 积极践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脚踏实地 赶为人先 Dr.Kong江博士 用实际行动 推动健康行业 跨越式发展 也见证了健康行业的点滴成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这边也见证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的 谢谢 再次感谢可爱的小朋友们 所带给大家的精彩呈现 也感谢他们 向我们展示了健康体态 所拥有的生机与朝气 在奔向更加挺拔未来的路上 如何为儿童青少年的成长 保驾护航呢 接下来的时间 让我们通过一段VCR 一起来了解一下 请看大屏幕 数据显示 目前中国儿童 屏幕测湾发电率高达20%以上 请问你 关注过孩子的书包吗 书包 书包 没有什么值得特别关注的吧 不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 他妈妈管的 我觉得 稍等一下 接个电话 二位 赵总呀 你们关注过什么样的书包 对孩子的身体最好呢 书包 书包呢 你曾经请 小子 说 详细 王总 这个倒没有 主要是好看 孩子喜欢 我都说了 我不知道 他妈妈管的 现在 我都说了 成长和健康成长 我们家长更关注的是什么 爸爸妈妈 我的背好摔呀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我们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孩子的脊柱健康问题 孩子的脊柱健康发育需要我们的信心呵护 绝不是亡羊补牢 感谢观看 好的再次感谢各位的观看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就让我们来听听其中一位小朋友 波罗他的心声 有请 大家好 接下来我要演讲的是 背着希望走在梦想的路上 大家好 我叫波罗 我已经小学三年级了 这些年 我非常感谢爸爸妈妈给我的一切 他们很用心地照顾我 吃饭 吃饭 睡觉 学习 爱好 每一项妈妈都会帮我安排得很好 每天早上 妈妈都会跟我一起走到学校门口 直到看见我走进学校大门 每天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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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划风 还是下雨 妈妈都会在学校门口一直等着我 其实我一直特别喜欢妈妈 因为她会一直等我 无论多晚 我都不用担心 妈妈会不在 可是 有时候 我也会有点烦妈妈 因为她总是会往书包里塞好多好多东西 有书本 有吃的 有文具 有一天 我爸爸跟我说 你妈塞进的那些东西全是她对你的期望 随着我的书包越来越重 我的肩膀也越来越累 直到有一天 妈妈送了我一个新书包 大人们都叫她户籍书包 我不懂什么是户籍 我只知道她好像会模仿 背起来轻了很多 我的肩膀也不再累了 我的烦恼也没有了 谢谢妈妈 谢谢你 一直爱着我 陪着我长大 我一定会快快长大 作为一名飞行员 开着飞机 带妈妈去畅游世界 好好报答你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 谢谢 好的谢谢 再次感谢我们小朋友的精彩演讲 少年症则国症 少年强则国强 感谢小朋友让我们见证到了新一代孩子们更加自信生机的面貌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有请出沈志诚小朋友的家长来到现场以一个陪伴呵护孩子成长的父母视角去看一看他的户籍故事 有请 大家好 我是沈志诚小朋友的爸爸 今天呢 我是一个普通家长的身份站在这里跟各位分享 在孩子的身心健康方面自己的一些看法 以前家长对于脊柱健康 他的认知是很匮乏的 因此也给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的健康问题带来了一些危害 我还记得在学校门口的时候 那时候去接小孩 看到过非常多的孩子是单肩背书包 尤其是一些男孩子还觉得这特别特别的酷 还有的孩子呢 会把书包的肩带拉得特别长 甚至有的时候都盖到了臀部 其实前呢 我也挺不在意的 我觉得这些没所谓啊 可是就是这些细小的变化 慢慢慢慢地对我们的孩子产生了一定危害 我开始明白地告诉自己 也许就是这些小细节 在慢慢地影响着 并且带来了一些不可弥补的危害 书包反着背 单肩背 一边背还一边跟同学们息息打闹 你们知道现在的孩子课业负担都非常的重 一个三年级的小朋友 他的书包里面有多厚 难以想象 因为里面放的不仅仅有课堂用的本 还有练习本 课外作业本 还有一些兴趣爱好笔记本等等 因为里面放的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东西 在这样一个沉重的书包的压迫之下 也许你就会看到一个小学生成为一个小驼背 那不只是身体上的缺陷 可能迎来的还有很多同学们的眼光 那从身体到身心 这种伤害 那就是一点一滴过来的 当你们在用各种刁钻的眼光去看很多品牌的书包的设计 他们那些大牌包包的心思上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放一点 在一些简单的儿童书包的设计上面 现在市面上有非常多 标榜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儿童护记书包 其可信性有待考究 说明很多商家都看到了护记书包 对于我们的孩子的重要性 有守护中国脊梁之心 也考虑到了我们的担心和忧虑 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担心 这样的爱 能够一直延续下去 延续到你们对于每一款儿童书包产品的研发上 延续到每个孩子上学和放学的途中 各位商家朋友们 未来脊梁需要你们和我们的一起努力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 再次感谢沈志昌小朋友家长所带来的分享 的确 儿童脊椎保卫战从来都不是家长们的孤军奋战 让我们一同为了孩子们的成长 撑起一片健康的蓝天 儿童护记书包就是这样一个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 能够缓冲书包负重 将背包压力分散于背部各处的护记产品 在专业研发团队采用人体测量生物力学等方面的测评技术一次次的测评下 为这一产品明确了更加专业且具有审核性的标准 给到儿童成长以更专业的保障 虽然星系本次活动 但是因为在特殊期间无法清零现场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张运红博士将通过视频 为我们具体解读儿童护记白皮书 以及儿童书包团体标准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看到大屏幕 有请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张运红 很高兴 也很荣幸 作为嘉宾来为大家解读 儿童护记白皮书和儿童书包团体标准 同时也非常遗憾 因为疫情的关系 不能到现场和大家一起交流 那么我在北京预祝本次大会 圆满顺利成功 那么接下来我为大家解读 儿童护记书包白皮书和儿童书包团体标准 首先我为大家解读儿童护记白皮书 这部分内容一共包括五个部分 一是儿童脊椎发育现状及趋势 二是儿童生活状态及脊椎问题的洞察 三是关于家长对孩子脊椎发育问题的态度和看法 第四部分是家长对孩子护记产品及护记书包的消费趋势 然后第五部分是儿童健康护记的科普知识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次调查一共调研了全国范围内在校的小学生家长1242名 主要调研的地区包括城市农村和乡镇 其中城市包括一线城市440名 二线城市401名 三线城市401名 我们调查的家庭主要以独生子女为主占到60% 女性为主占62% 男性38% 其中父母的文化学历水平基本上是以本科为主 大专以上的比例较多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三个结论 一 约有40%的儿童曾存在脱背问题 20%的儿童具有脊柱车弯倾向 存在各种脊柱发育不良问题 比如站立时头不能正立 脖子不能竖直 肩胛固高度不相等 腰部三角区不对称等 这些问题需要引起社会关注 调查结果表明脊柱车弯当之无愧底成为 影响儿童身体健康发育的第三大杀手 二 90%的家长担心孩子脊柱车弯问题 80%的家长对脊柱车弯的危害并不了解 说明进行儿童脊柱车弯相关知识的科普活动 实在必行 三保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发育具有强烈的社会呼声和用户基础 设计和生产真正具有减压减负并保护儿童脊柱发育的产品 是商家之良心体现 也是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石 根据家长的自我筛查发现 19%的儿童站立时 头不能正立 活质不能竖直 26%的儿童在站立时 头会固定的转向一边 大约有20%的儿童腰部 三角区不对称 22%的儿童肩胛骨 高度不相等 40%的儿童脱背 21%的儿童腰部向前凹陷 21%的儿童站立时 两侧皮肤褶皱不对称 14%的儿童弯腰时 两侧背部不平 这些情况表明 儿童的脊柱发展现状不容乐观 关于儿童上学背书包的情况调查 加到学校单程的平均时间 在30分钟以内的占比86% 30到60分钟的占13% 60分钟以上的占14% 而上下学的交通工具 则以步行骑车 公共交通工具和私家车接送为主 其中步行的占27.94% 骑车占21.48% 乘坐公交车地铁和校车的比例 占25.28% 私家车接送占25.28% 可以看出步行和骑车 与这个坐车的比例 大概一半一半 上下学的路上由父母接送的占到六成以上 其中母亲接送占42% 而关于背书包的情况 是45%的儿童自己背书包 55%的儿童有家长代替背书包 关于儿童书包内的物品的调研 发现 主要还是以日常学习用品为主 排名在前三的为课本练习册 铅笔和笔带和水杯分别占到95% 86%和76% 对书包的重量的调研发现 60%儿童背书的书包在2到4公斤 通过与自身体重的比较 发现80%的儿童书包负重 在自身体重的15%以下 其中50%的书包负重 在自身体重的10%以下 而书包负重在自身体重15%以上的占比 大约是20% 基本上还是比较正常的 调查结果显示 儿童背包主要为双肩背包 占比94.85% 基本上是绝大多数 但也看到单肩背包 大概占到10.63% 同时背单肩书包的占比 9.98% 所以基本上是在10%左右 关于背书包的知识 我们发现29%的儿童背书包的知识 存在问题 主要在背在A和D的位置 而79%的儿童背书包的位置 基本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设计 基本上是在B和C的位置 除了背书包以外 还有一些不良习惯 也可能会影响到儿童脊柱车弯 我们调查中发现 26%的儿童经常固定朝一侧睡觉 14%的儿童经常会敲二郎腿 其中的14%的儿童偶尔会敲二郎腿 还有32%的儿童经常低头玩手机 这些不良习惯 均会给脊柱造成较大压力 不利于脊柱的发育 加速脊柱车弯 另外呢 大概有3%的儿童经常抱怨 腰痛腿麻 39%会偶尔会这样 这个也可能来自于长期不良生活习惯 比如说久坐呀 翘二郎腿 低头玩手机 固定朝一侧睡觉 包括背负教终的书包等 都会造成这种情况 另外呢 关于儿童书写知识 也会对基础发育不良 产生影响 我们发现 大概有60%的儿童书写知识 存在问题 只有40%的儿童书写知识正确 而家长对孩子 给追发育的问题 的看法来看 89%的家长是担心 儿童会有脊柱车弯的情况 其中呢 41%的家长会经常担心 孩子脊柱车弯问题 而72%的家长呢 关于脊柱车弯 对儿童的危害并不清楚 其中呢 8%的家长对脊柱车弯 完全没有了解 所以呢 大概有80%的儿童 对儿童家长 对脊柱车弯的危害都不清楚 但关于户籍书包的效果方面 有55%的家长认为购买过的户籍书包有效果 那也有21%的家长没有购买过户籍书包 对户籍书包没有认识 家长对具有特殊功能儿童书包 以及户籍产品的购买倾向 发现 在家长对儿童户籍知识了解的背景下 73%的家长会选择购买有宣传户籍功能的书包 70%的家长选择了购买有宣传减压功能的书包 还有78%的家长选择了购买有宣传包体亲民的书包 总体说明户籍书包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但同时呢 这个数据也显示家长对包体亲民这个功能关注的更多 鉴于家长对儿童可能会挤住车弯的担心户籍的功能性产品呢 也有着巨大的家长和儿童客户 比如说有一半的家长表示会倾向购买户籍书包 户籍科桌椅还有知识矫正器道 我们发现在对户籍产品有购买倾向的家长中 父亲为管理人员技术研发人员销售人员 还有专业人士的占比比较多 说明父亲的思考是基于理性的分析 而在母亲中对户籍产品感兴趣的家长多半是从事文职办事人员 财务审计人员以及销售人员 还有行政后勤人员 可能这部分人员呢 对这个孩子户籍产品的调研比较多 另外本次调研家庭中的月可支配收入大概在97%以上的都在8000以上 具有一定的消费能力 同时呢超过65%的家长可以接受平均每年在孩子学习用品上 投入1000到5000元 所以这个投入还是比较大的 在针对儿童户籍书包的消费情况的调研中 我们发现儿童目前使用的书包价格与家长能接受的书包价格的 总趋势基本是一致的 基本上是在100到400元之间 同时呢我们也发现 在200元以下时 儿童目前使用该价位书包的比率略高于家长能接受该价位书包的比率 而在200元以上 家长能接受的该价位书包的比率略高于儿童目前使用该价位书包的比率 这个结果说明呢 家长具有消费更高书包价格的潜力 同时我们在调研中发现 孩儿童呢 更换书包的平次 以一学期换一次 以及一年换一次 巨多占到60% 而这个两到三年 更换一次的 处于第二位占到24% 而那个书包损坏 损坏时才换 或者说直到孩子身体发育 需要更换的占到16% 结果说明孩子书包的更换频率也是非常高的 另外 关于购书包的决策者 我们发现是以母亲为主 占到56.12% 其次是为孩子自己挑选占25.12% 大概占到一成 四分之一 这说明了 我们在书包设计时 也要尽量照顾到孩子的偏好 关于孩子书包的功能调查中 结果发现 户肌减压拍到第一位 其实是大容量 透气舒适 然后是佩戴舒适性和包体轻盈 说明户肌减压 是家长的哭声 而在购买书包看中的一些方面里 质量拍在第一位 其次是功能 然后是户肌减压 而向专家推荐的占比最低 在口碑价格 外观设计方面占比也较高 关于儿童健康护体知识的科普 我们知道儿童骨骼发育 大概分为四个阶段 六个月到一岁 他的骨骼发育非常快 进入黄金时期 而一岁的时候 骨骼已经相当成熟了 骨骼的硬度会有不小的提升 并且开始直立活动 四到六岁是长个子的第一个高峰期 第二个高峰期是青春期 我们可以看到 从零到青春期十岁 是骨骼发育的重要时期 那如何促进孩子的骨骼发育呢 首先是要保证充足的睡眠 我们知道晚上 生脑激素的分泌要比白天更多 第二个呢是合理运动 运动呢有助于身体长高 多运动可以舒展筋骨 增加肢体的灵活性 促进钙体性的吸收 增强体质 尤其是让肌肉更加有力量 这样舒包背的 知识也更正确 然后第三是科学饮食均衡营养 这里尤其提到的补钙 多吃含钙的食物 对孩子长个子有用 另外呢还有多晒太阳 因为太阳呢可以促进 人体维生素D的形成 从而促进钙吸收 以及骨骼发育 关于我们要打赢户籍的保卫战 最重要的三个措施 第一呢是减少玩手机的时间 因为玩手机呢是个长期低头的过程 时间久了就会增加脊柱和颈椎的负担 很容易脱背和高低肩 还会有颈椎病 形成近视等等 对视力发展也不好 第二个方面是规范坐姿 长期翘二郎腿会让身体外的坐 很容易影响脊柱发育 所以这个习惯尽可能的不要 第三个针对学定期的孩子 书包重量比较重的时候 选择一款护脊书包就非常重要 那么什么样的书包才是轻便户籍的书包呢 接下来呢我为大家解读一下 我们儿童书包团体标准的研制 这部分呢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呢是团体标准的研制背景 第二是儿童书包团体标准的研制过程 第三是儿童书包团体标准的主要内容 最后呢是关于减负儿童书包的测评和认证 首先呢我们看团体标准研制的背景 它的最重要的背景是脊柱车弯 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也是因为它是继肥胖进食之后 获过儿童青少年健康面临的第三大杀手 发病率呢是2.4%左右 从我们白皮书抽样调查的家长制查结果来看 大约有20%以上的儿童脊柱发育呢不健康 并且有脊柱侧弯的倾向 我们注意到发病率呢 其实是基于医学诊担的结果 而那个白皮书抽样的调查呢 是家长制查的认为自己的孩子 具有脊柱车弯的倾向的一个结果 所以两个的比例是不完全一样的 但是家长制查的比例20%是相当高的 所以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另外呢我们也知道 0到10岁跟青春期是孩子发育最快的两个阶段 这个时候呢 脊柱车弯的度数也会增长更快 所以呢尤其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然后脊柱车弯增长快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 是背包过重或者长青的单肩背部书包 它很容易造成儿童青少年的脊柱车弯 因此呢在教育系统也非常重视脊柱车弯的问题 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指引下 教育系统呢开展了中小学股健康出境的行动 将脊柱车弯列为青少年重点筛查和监测的疾病 另外一个现状呢 是我们从网上收减负的儿童书包 就发现出来非常多的结果 但我们实际调查呢 却发现很多儿童书包 它不一定真正具有减负的作用 为此呢天猫平台联合 UEK 孟乐 Tag Family 江博士等品牌 儿童书包制造商来委托我们来进行研制 以户籍减负为侧重点的儿童书包团体标准 所以说这个标准呢也是基于这个行业还有企业发展的需求来推动的 就有很强大的社会需求基础 那关于儿童书包团体标准的研制过程呢 主要有六个方面 第一呢是我们要基于人体工程学的原理研究书包对儿童坚步和脊柱发育的影响 基于理清这个减负儿童书包的概念 这是从理论层面上来进行研究 第二呢是我们对市场上国内外相关品牌的儿童书包进行比较测评和调研 确定目前儿童书包尤其是减负儿童书包它能达到的水平 以及呢相关的测试和评价标准 第三呢是我们在大量的门线标准研究 以及儿童书包比较测评实验的基础上 来研制儿童减负书包测评标准的草案 第四步呢是撰写儿童书包团体标准一项申请 并在中国产学员合作出军会上通过立项 第五步呢就是联合SGS清华大学天猫UEK等科研单位专家 以及呢相关的生产制造商进行草案内容的研讨 形成儿童书包征求意见稿 最后呢我们要对儿童书包征求意见稿进行专家评审 并在中国产学员合作出军会中进行传统标准发布 目前呢是进行到第五步 那么在这个标准研制过程中 确定减负儿童书包的概念和特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这个首先要基于我们对减负儿童书包的理解 以及呢对儿童书包那个减负机理的研究来确定的 最终呢经过我们与专家还有业界的相关企业的讨论 得到一个这样的定义 就是基于人体工程学原理 通过调整优化儿童书包背负时的复合分布情况 避免局部复合过度集中 以达到保护儿童肩部和脊柱发育的目的 而进行特殊设计的儿童书包 当这个背负的儿童书包局部的复合过重的时候 就会产生不舒服 会影响这个脊柱的发育 因此呢我们要通过研究来调整和优化 儿童书包背负时的复合分布情况 避免局部复合过度 集中这是儿童减负书包的非常关键的那个思想 同时呢我们要基于这个人体工程学原理 要进行一些特殊设计 不是说为了炒作这个概念 而加上减负儿童书包 是真正的要通过研究 真正具有减负作用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理论的研究 确定了减负儿童书包应该具有三个特点 第一呢是减负儿童书包 它的重力传递方式要合理 一般的户外书包 重力传递呢是在进步是占了20% 两个肩各占10% 然后背和腰大概是80% 但是呢 儿童书包它因为那个受重量体量的影响 它不能设计过多的减轻肩部压力的装置 因此呢这个肩部的压力呢 还是占比还是比较大的 目前从我们对书包的抽样来看 能在减负方面做的比较好的书包 肩部压力呢 大概跟腰部的压力是差不多 肩腰比呢是在1.2以下 但是达到1以下的很少 也比较难 所以呢基本上达到1左右呢 就算比较好的减负儿童书包了 除了这个肩腰的压强比之外 背部的受力也很重要 背部受力一定要均匀 就有些书包呢 背部有些凸点 那么就会影响到舒适性 第二个特点是相对于背负传统书包 那背负减负儿童书包时呢 背负时的肌肉活动度要更小 就肌肉疲劳度更小 身体位置改变更小 就我们背的时候 不会过于前倾 或者站不稳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同时呢肩部压迫感更小 肩部的压迫感呢 它对于舒适性 就是起得很大的作用 然后肩部呢 它我们可以通过增加肩部 肩带的厚度 还有宽度来实现 像IGR的要求是 厚度在1厘米以上 宽度在40毫米以上 第三个特点呢 是减负儿童书包 对于背负着而言 左右矿度要更小 整体偷窃性更佳 所以这个呢 尤其是在步行或者跑步的时候 那个左右晃动要小 然后这个书包的稳定性要好 然后那个其实肩部呢 在调整书包的平衡和稳定性方面 起着很大的作用 所以肩部设计这一块 非常的重要 另外呢是整体的偷窃性更佳 这样背负的时间也会更长 就会更加的舒服 我们在书包标准的研制过程中 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和测评 自2016年起 大约进行了50余款 市面上现有的书包 近500人次的测评实验 采集了2万多项测评数据 基于这些数据 结果我们研制了 书包压力舒适性的测评标准 并出具了多份 减负户籍方面的书包测评报告 左边呢是我们测试的部分 小学生背负书包的图像数据 然后基于大量的数据 以及测评的压力分析 然后我们发现 如果使书包的压力舒适 那么就应该在收递设计上 符合人体脊椎的曲线 与人体脊椎的曲线相贴合 使肩背和腰部 手里分散均匀 一般来说 书包的重心位置呢 是在腰窝附近 我们背负书包的时候 底部呢 大概在这个蓝线上 也就是第五块鸡嘴和底嘴 之间的间隙 就是书包背到这个位置 是最舒服的 底部处于这个位置 是最舒服的 通常腰和双肩的力呢 应该形成一个三角形 主要的力应该放在腰上 肩部呢 是辅助受力 并且保持身体平衡的 基于我们大量的测评 发现这个肩部和腰部的力呢 分布要合理 一般户外书包呢 是肩部是20% 80%的力呢 传递到腰部 书包呢 受它的体量大小限制 很难做到这一点 四面上的书包呢 肩和腰的力能做到小于 等于1.2就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我们把标准的 是定在1.2左右 如果呢 能肩部和腰部的力 做到差不多 那就是比较 那就是特别好的 这个护肌减腹书包了 但四面上 大部分的书包的 肩部的力 是远远大于腰部的力 这样会对孩子 肩部和脊椎的发育 产生不良影响 这也是我们做 护肌减腹书包的意义所在 那么下面呢 我们抽取了四款书包 依据这四款书包 大概给大家讲一下 如何这个选购合适的书包 那第一款呢 是这个蓝色的书包 这款书包呢 它的重心位置 还比较合理 但是呢 它没有做护肌减腹的设计 肩部呢 肩带比较薄 肩部的力 很大 另外呢 背部的贴合性 也不是很好 它比较软 支撑性差 所以呢 这款书包呢 它不是一个 护肌的书包 第二款书包呢 是号称护肌书包 它的重心位置 基本可以 它最大的问题呢 是在贴合性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 它书包往后仰 贴合得非常不好 并且呢 它受力 背部受力是不均匀的 它有一些 背上去是有一些凸点 有一些凸点会让人很不舒服 然后第三款书包呢 问题就更多了 它的肩部 没有做减腹设计 然后贴合性也不是很好 最重要的 它的重心位置 也不是非常合理 那么第四款书包呢 是做了减腹设计的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 它的肩带的厚度是比较厚的 也是比较宽的 这样呢 有利于减轻这个肩部的压强 然后重心位置呢 是基本是合理的 贴合性也是不错的 所以我们选书包的时候 可以以第四款书包 这个背负状态为样板 来进行选择 关于儿童书包团体标准的 主要内容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主要呢 我们对这个规格重量 还有整个的外观质量 包括物理化学性能 还有这个 贴合性 舒适性 稳定性 等等都做了规定 另外呢 对安全性 可靠性方面也有要求 尤其在压力舒适性方面 是我们的一个重点考察的 问题 不仅呢 有这个主观的评价 同时呢 还有客观的力学数据 来做支撑 书包标准研制的成果 要真正落实到实处 那需要我们 对书包进行测评和认证 然后向消费者来传递 质量的信任 目前呢 市场上 国内外比较著名的关于减负库底书包的认证 有两个品牌 一个是美国的ACA 一个是德国的IGR 美国的ACA呢 主要是美国机骨神经 学与学业发展委员会 来做的 评估书包的方面 包括材料 工艺 耐用性 性能 安全性和舒适性等 它的评估者呢 主要是具有专业知识的机骨神经医生 然后最后呢 由咨询委员会 向这个美国机骨神经学会理事会提出建议 然后给予业司法认可批准 虽然在机骨方面是比较专业的 但作为我们产品 是属于正常人使用的 应该呢 更倾向于功效学的评价 然后德国IGR的认证呢 它是基于人体工程设计的产品认证 这个是跟德国IGR背建部协会 由这个协会来组织的 参考的标准是ISO的1537 并且有一个用户选择的是 基于ISO的26800 还有这个德国的58124的标准来做的 这些都是基于人体工程学的测试方法和原理 它主要进行两个方面的测试 第一个是肩带和肩带系统 会测试这个压力受力的分散性 第二个是书包在各种状态以及环境下 是否可以正常使用 就是测不同工况下的出包的使用 比如说夜晚呀 雨天呀等等 另外还关注佩戴性能 反光面料耐用性 防泼水以及跌落性能 所以相对而言 德国的这个认证的话 跟这个人体工学是比较吻合的 然后我们和天猫平台 包括SGS联合了国内的对户籍减负 这一块比较感兴趣 并且专注户籍减负的一些公司 研制了一个团体标准 我们测试和评价的标准呢 主要也是基于人体工程学的原理 还有用户体验 它包括书包、规格、重量、外观、设计 物理化学性能、安全性、可靠性 还有背负的压力舒适性 贴合性、稳定性等等 既有人体工程学的要求 也有用户体验的要求 尤其我们在评价这个贴合性 舒适性、稳定性方面呢 是由中国标准化学院的专业技术人员 并且我们招募点心用户来进行这个实验测评 所以数据呢是来自于用户的真实的 反馈和感受 我们会进行压力的测评 对压力的收力分散性等等 也会进行深入的评价 同时呢 由SGS进行物理和化学性能测试 并由专业认证机构进行认证 所以总体来说 我们的评价 能力和水平是不亚于德国IGR的 我们这个测评标准和认证的含量 也是不低于德国IGR的这个认证 好 我的分享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聆听 同时呢 我们在书包团体标准物理化学性能方面 将用SGS的殷老师为大家做分享 好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 再次感谢张博士非常详细的一个解读 可以说 儿童护脊白皮书这一标准的发布 让家长有了更加可靠的健康选择 让孩子在学习的各个阶段 不会因为书包而增加脊椎的成长负担 让知识成为充满生命力的成长力量 作为本次活动的发起方之一 SGS瑞士通用公正行 是全球公认的三大权威认证机构之一 接下来的时间 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出SGS中国市场技术经理 英楚楚领导登台 为我们发表致词 有请 谢谢大家今天这个会议 因为张博士他由于疫情的原因 不能清零现场 那就由我来代替他 来介绍整个我们团标的内容 那关于这个减负儿童书包的团标 其实在制定的过程中 是结合了各个在场的 我们的儿童品牌翻 在做的整个标准当中 我们是参考了刚才张博士 讲到的大量的国内儿童的数据 就像刚才讲到的 IGR的德国认证 但实际上他的数据 大部分是采用德国那边儿童的数据 而我们的数据会更偏向于 真正的中国儿童的数据 通过他的大量收集数据的 正态数据来获取我们的 儿童书包户籍 以及他的背负压力真正的所在 然后我们的团体标准当中 除了刚才张博士提到的人因功效的部分 那我主要来介绍其他的内容 对于这个标准内容的话 我们总共有23项测试 其中有5项是高于目前的行业标准的 然后11项是比现有的行业标准多的 那这一部分多的内容 主要是考核耐用度安全人体功效学 也可以看得出来 参与这个团体标准的企业们 它对于儿童的安全是多么的在乎 对于这个标准当中的23项 其中人体功效学这一块的话 刚才张博士所讲到的 背负压力舒适性 这一块是非常足重的一个部分 因为原来学生书代的行业标准当中 它对于舒适性的部分 只是提到了背部跟肩部 它应该有相应的一些文字的要求 但是实际上它的压力要求是多少 并没有十分的明确 还有同时里面还会涉及到 用户体验的评价 通过用户体验 三四个维度的评价 去获得我们这一款书包 它是否真的适合 另外对于安全性能方面的话 我们这一款团体标准当中 有涉及到反观性能 边缘尖端甲醛 可分解翻箱胺 零本二甲酸子 短链绿化石蜡 然后还有可牵移元素 其中反观性能 还有零本二甲酸子 短链绿化石蜡 都是我们儿童书包中 首次提出来的 也说明了这些参与标准的企业 对自己的要求是多么的高 耐用性能方面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性能要求也非常高 其中包括了老化 繁水等等 我们等一下会具体介绍到 那其中高于行业标准的五项 可以看到数据 缝合强度 拉链耐用度 扣件耐用度 负重 震荡冲击性能 以及摩擦射牢度 这些均是高于线型的行业标准 以及相应的一些 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其中缝合强度 我们在团体标准当中 设置的要求是260牛 而目前行业标准当中的要求是200牛 拉链耐用度是2000次 而行业标准当中是500次 怎么去理解这个2000次跟500次的概念 打一个比方 小朋友每天他要开合书包 基本上我们假设他一天开合10次 那几乎一学年 也就是接近2000次 像刚才张博士他有提到 经过我们的统计 基本上政态分布 集中在小朋友换书包的平次 是一个学期或一个学年 那基本上我们这个标准 他所考虑到的 至少要满足这一学年的要求 那像原来的行业标准 他只有500次 其实连一个学期都不到 所以我们整个标准的设置 其实是完全高于目前的行业标准的 这些是我们刚才所列的项目当中 实际测试的过程 那所谓的负重摆动 并不是我们这个标准当中的要求 而是原有的行业标准 学生书带当中的要求 他只要来回摆动30次 那这样子并不能完全反映出 这个学生书包的实际可用 实际耐用性能 在我们现行的这个团体标准当中 采用的是震荡冲击的性能 而且他的测试次数是1500次 这个测试的过程当中 他的强力要比负重摆动会高很多 考虑到了儿童在背负重量的过程当中 行走过程对这个背包 他所产生的冲击 而且他的一个负重状态 最高可以达到25公斤 其实像我们刚才 大家如果仔细去聆听的话 可以发现 一般来讲大部分的儿童书包 它的重量是在2到4公斤左右 那我们这里所设置的最高负重是25公斤 其实是远远高于目前的一个实际标准要求 那这个也是综合能够反映 这款书包耐用性的一个项目 其他的话像缝合强度 拉链耐用度 缝合强度这个它的设置是因为 当我们书包里面放很多书的时候 它的缝制部位容易战破 当然还有在行走过程中 因为你背负的很大的重量 以及小朋友喜欢玩耍 在它冲击力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有一些缝线部会会开线 由于面料或者是缝制工艺的原因 那这里像刚才提到 这个团标当中的要求是260牛 新增的考核项目是这里所列的11个项目 其中前面两个项目 刚才我们张博士已经提到了 我们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那在这边我们重点介绍一下 零本二甲酸子 短链氯化石辣 反光性能和反水性能 这四个项目 其中零本二甲酸子 这个是什么呢 如果大家还记得真数剂事件 也就是台湾珍珠奶茶事件的话 可能就会知道 零本二甲酸子在当初有多么的火 然后这几年的话 在儿童产品当中 被剪出零本二甲酸子的概率也越来 就是被曝光的概率也越来越多 说明大家对儿童的安全越来越在意 零本二甲酸子是真数剂的一种 它不是一个物质 它是一类物质 在我们的标准当中 是对三种零本二甲酸子做了限定 它的话通常是出现在涂料 合成格等等 对于人体的危害 大家之前的了解是在于 主要它是有生殖毒性 也就是说当男孩子 长期接触零本二甲酸子的话 它的先期表现是 它是会出现性早熟的现象 但如果它的摄入量特别多的情况下 可能会对它的生殖产生影响 那如果是女孩子的话 长期接触零本二甲酸子 可能会造成它的紊乱 所以这个零本二甲酸子目前来讲的话 在我们接下来实施的学生用品安全通用要求 强制性标准当中有加 但是这个标准是在明年2月1号才实施 我们的团标相当于提前将这个要求加到了我们的这个执行当中 另外就是短链绿化石蜡 它其实也是真数剂的一种 而且它是目前在整个市面上使用真数剂的量特别多的一种 但关于短链绿化石蜡 如果说提到毒跑道 大家可能会想起来毒跑道 当时毒跑道的事件当中 被检出的有害物质 除了TDI 还有一些本系物以外 还有一个生影就是短链绿化石蜡 短链绿化石蜡它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于 它容易产生生物负极 而且有致癌的潜在可能性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正好在今年的4月份 我们的新华网 发布了一个类似于介绍 儿童书包市场检测结果的显示 其中82款书包当中 有42款检出有短链绿化石蜡 其中有25款 它的短链绿化石蜡要求 是超过目前我们国际相关的要求的 也就是超过30%是存在短链绿化石蜡的 这个的话主要是存在于 塑料皮革 人造革合成革 像这里的这个图片就是当时 新华网发布的新闻当中 所采用的一幅漫画 在我们目前的这个团标当中 短链绿化石蜡的限定要求 跟国际的要求是一样的 它其实是基于 可持续有机物污染物 是的哥尔摩条例当中的一个要求 我们中国在2020年的时候 在相应的一些限量化学品当中 也对这个产品做了限量 但是目前在我们的书包产品标准当中 还没有这个要求 我们的团标是首次把这个加进来 另外就是反观性能 刚才大家在看秀的时候 如果仔细去看会发现 我们小朋友背的书包 它的肩带部分跟它的侧边 通常会有一个 光照过去发亮的东西 这个就是反观材料 反观材料通常是由玻璃微珠形成的 通过光照射 然后折射反射的一个效果 来增强一个警示性 通常情况下的话 我们小朋友因为经常大家提到 他们起得比鸡还早 然后回来又宏管 那经常会在夜间或者说 天很暗的情况下行走 像刚才张博士的统计当中 几乎有50%的小朋友 他会采用步行或者是 骑行的方式去上学 那交通安全非常重要 所以像这个反观 反观性能它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从我们这个图可以看得出来 反观性能相当于是 一个车辆行走的过程中 灯光照过去这个材料 它可以直接折射过来 让行车者知道前方有其他的行动物体 它就可以相应地避开 另外还有一个是反水功能 因为我们现在上学的过程中 有可能会因为不及时打散 而会沾湿我们的书包 那以前的话我们经常会抱着书包跑 那小朋友自己淋湿了 还是要保护书包 为什么呢 因为书包里面有他们非常珍贵的作业本 书本 那像我们现在的书包上的话 它就有聚水功能 聚水功能就像这个荷叶一样 一滴水下去 马上散开来 让它看过去像剥开的效果 这样子的话 少量的水沾上去 可以快速地清洗 这个团体标准 单单只是标准的一个框架 那除了这个以外 其实我们是希望通过对它进行一个认证 也就是通过第三方赋予它的一个 更多的质量方面的一个关照 那对于我们的独立汇剑这一块的话 它可以通过可视化去让大家了解 这个所谓的我们产品上标注的减负书包 到底有哪些功能 比如说像这个独立汇剑 我们可以通过扫二维码去获知 它的里面会有哪一些功能 以及它的这些项目是怎么做的 因为目前的话 大部分我们去网上下单的时候 看到的是页面上会发一个报告 那这个报告里面它的内容有哪些 到底是代表了什么意思 可能大家不是很了解 那我们通过这种把它解构成视频 或者其他媒体流媒体的方式 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的方式 让这个认证可以获得更好的一读性 以上是我对于这个团体标准的解读 然后姐夫从书包开始 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 再次感谢英雄书领导的精彩发言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 就是本次活动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 我们的启动环节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有请出本次的启动嘉宾 他们分别是江博士品牌总部董事代表 吴坤英 Monrock孟乐电商总监黄飞 天猫快速消费品事业部 玩具书包行业负责人文若 SGS事业部总监苏健 UEK总经理周国 TigerFamily品牌策划总监 及品牌总部代表梁雅峰 有请以上的各位嘉宾领导 历龄日舞台的正中央 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启动瞬间 有请 请各位领导将您的手放置前方的蓝色启动按钮处 有请各位 现场所有的来宾朋友 让我们一起倒计时 点亮属于儿童的脊柱健康成长之路 携手并进 准备好了吗 倒计时 开始 5 4 3 2 1 启动 让我们共同祝贺儿童书包标准的发布 和户籍联盟的正式成立 让我们一起合影留念 来有请各位嘉宾领导 历龄至舞台的正中央 让我们竖起大拇指 留下这个难忘的瞬间 好的同时呢 接下来的时间啊 让我们有请出我们的 天猫快速消费品事业部 玩具说包行业负责人 文弱以及舞台上方的SGS事业部总监苏健 还有我们的天猫快速消费品事业部 营销专家赵玉 有请各位为舞台上方的参与单位 颁发户籍联盟长元证书 有请 来有请三位嘉宾领导 为我们的四位参与单位 颁发证书 见证儿童户籍的专业化道路开启 有请 好的再次恭喜各位 让我们一起合影留念 来让我们看到前方的摄影师 再次的恭喜各位 户籍联盟成员 再次恭喜 三 二 一 好的谢谢 再次恭喜我们的成员 也要感谢我们的嘉宾领导 谢谢各位 请您回味落座 再次的感谢各位 谢谢 现场所有的来宾朋友 今天我们相续与此 共同见证了 儿童户籍专业化 标准化 时代的开启 户籍联盟中的 每一个品牌和组织成员 都将是坚实的力量 守候在各位家长和成长的孩子身旁 忽悠着他们更加健康 茁壮的成长 以更加挺拔 优秀的姿态 走向属于自己的未来 再次 我正正宣布 户籍之光力挺未来 儿童户籍白皮书 儿童书包 标准发布会 到此 圆满结束 再次感谢各位的丽琳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